我们在前面的几次课里呢,给大家去讲了在教师准备课程过程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备课、行课的基本的环节 包括我们在去准备课程进阶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需要课程进阶打磨课程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思路、方式和手段 那么我们最后这节课呢,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如何来进行课程亮点的一些有效设计 包括在课程环节当中,我们会涉及到的一些互动,包括一些提问,在这里边如何可以更加高效、更加有效的去进行 因为你会发现,在完整行课的过程当中,以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这个核心的思想已经贯穿我们整个完整的课程当中了 那其实事实上呢,师生之间的互动,其实事实上是每一节课程里边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课程,我们从传统的面授线下的课程,会有学生的提问,老师的互动,回答 或者是老师的提问,学生的回答,等等这样的一个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 到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直播课程,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去互动 或者是录播课程,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去互动 你会发现,互动永远是能够去增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样一个交互的体验感 以及提升学习效率的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设计课程亮点与课程互动 那我们说这两件事情我们分开来谈,课程亮点和互动 那么其中呢,课程亮点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将我们听众的注意力 能够更好的去锁定在我们的课堂内容本身 那么课程所谓的亮点到底什么叫做亮点 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说,我在课堂上面听到老师讲了一个特别搞笑的段子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课程亮点 这个是,但不完全是 我们说所谓的课程亮点,其实事实上是能够去让学生感受到 诶,这个课程是与其他的同类课程不一样的 或者是我听完了之后,觉得有所成长 或者成长和收获进步很大的一个点 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课程亮点 那其中呢,课程亮点会包括有这样的几种不同的形态和呈现的方式 那我们来给大家分别去解读一下 第一个叫做生动形象的例子 那我可以通过在课上去举各种各样的例子 来帮助学生去更好的理解 帮助学生更好的去掌握和接受 对于课程当中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些点 这些生动形象的例子最好是来源于生活 这样的话方便学生去理解和掌握嘛 我给大家举一个 还是之前我自己在上课过程当中高中物理的例子 以这个为例 我们说高中物理当中有很多,有大量 你可以理解为大部分的高中物理的知识 如果单拿出知识内容本身来看 是极其的复杂,晦涩和难懂 它逻辑性抽象都很强 比如说我们以电学当中特别难懂的一个电磁感应 这是电学当中学习老大难的一个问题 电磁感应当中核心的两大定律 冷磁定律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都是难上加难 冷磁定律里面核心讲的一个观点 叫做感应电流的磁场 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磁场的自动上的变化 你听这句话就不是正常人所能够接受和理解的东西 对吧 那其实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它抽象出来之后 叫做磁场阻碍变化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磁场怎么来去阻碍这个变化 而经常我们在物理的兴致当中又给大家去讲 说阻碍不是阻止 阻止和阻碍这两个进一词之间 在物理当中会具有非常微妙的联系和差别 但考试的考点又会集中在这 所以我们怎么来去理解阻碍和阻止这两件事情 在物理学当中的差异 你用物理去找这个例子 你会发现很难 或者说这个例子本身在物理当中就不被理解 那我就得需要跳脱出来 什么叫做生动形象 就是你周围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 对吧 我们怎么来去解释阻碍而非阻止 这两个事情的区别呢 我们举个最难的例子 就比如说你回家吃饭 饿了一天 回家吃饭 家里面给你准备了一桌子 特别好吃的饭菜 那这个时候你上桌了之后 一般回家放下书包 坐到桌子上 开始动手抓着就去吃 可能都来不及等筷子上桌 我直接就上手抓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爸妈看到你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吃饭的话 那经常会说什么呢 或者孩子你慢点吃 对吧 或者你先去洗手 对吧 把手洗完了之后 回来再慢慢吃 那么这里边的慢慢的吃 其实代表的就叫做阻碍 什么叫阻止 你今儿回来 比如说 不小心干了什么坏事 干了什么错事 对吧 爸妈罚你不允许吃饭 上桌了之后 滚下去 不许再吃了 这叫什么 这叫阻止 慢慢的吃 和滚 不许吃 这两件事情 是我们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的 或者是你可以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的事情 那么他们分别代表了什么 一个叫阻碍 一个叫阻止 阻碍影响的是过程 但它不影响结果 结果你还是吃饱了呀 对吧 但是只不过我吃的这个过程变慢了而已 而阻止是什么 阻止是直接针对结果 就改变了结果 这你就完全不可能出现饱了这个状态的 如果不让你吃的话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它对过程和对结果完全是两件事情 好 这样解释完了之后 你对于棱次定律 磁场阻碍变化这件事情 就有了更好的理解 阻碍变化也就意味着说 变化这个结果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它依然还会变化 只不过让它变化的什么 更慢了一些 这事就好理解了 你吃还是要吃 只不过让你吃的慢一点 这叫慢慢吃 这叫阻碍 这不叫阻止 对吧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你是需要通过生活当中的例子 来更好的去解释和理解 否则不然的话 你用物理当中的例子 来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 很难 不是说这里面完全不可能 只不过你用物理来去解读物理 这件事其实本身听起来 好像就很出现 对吧 所以平常我们在讲的很多的内容 和很多的知识概念 它可能也会面临很抽象的情况 你就想办法往生活当中的场景里面去靠 吃饭 睡觉 这些事情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和发生 对吧 人之常情 所以这些所有的人日常当中发生的事情 人的每一种情感 爱恨情仇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和熟知的场景和案例 那么这些场景和案例是可以 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举例子 这样的一个情况所用 所以你要学会去思考和挖掘 这些地方挖掘得越好 那么课程当中的亮点就会越多 这是我们所说的其中的第一个 叫做举生动形象的例子 它一方面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 另外一方面可以去降低这个知识 本身理解的门槛和难度 第二个 叫做带有幽默感的调侃的语言 在课堂当中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的一些幽默的调侃 其实世上能够成为课堂当中的一抹亮色 尤其是在讲的知识内容很枯燥 很乏味的时候 你能够突然出现一个略带有戏谑或者是调侃的语言 那么在这里边你会发现 能够让整个的学生 包括课堂的气氛 变换一种不同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这也是一种我们可以去设置课程亮点的方式 它和前面那个举例子的方式 可能也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更多的可能是 依托于课堂你行进的过程当中 结合课堂的真实的场景 那么在这里边可以去做一些灵活的调整 或者是灵活的互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考验的更多的是 老师在临场应变和临场发挥的时候 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状态和能力了 那接下来再有第三个 叫做直击要点的顿悟式的理解 就是你讲完这句话之后 学生发现毛色顿开 一下这个东西好像就瞬间理解了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去设计亮点的一个方向 这个对于老师的语言提炼和对于知识内容的要害 以及知识内容的核心要点的把握要求会非常高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你能不能够对于知识 能够有高度的抽象和概括的能力 并且又把这种所谓抽象和概括出来的知识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他再解读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先编码 然后再去解译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去设计课程亮点的一个方向 以及最后叫做高效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些步骤和口诀 前面我们讲数学的案例 机变偶不变符号看向线 对吧 很押韵 对账又工整 还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那物理里面也有天体问题 高轨低速大周期 对吧 那么这些场景其实上你会发现都是用口诀化的方式 来去快速的解决一类问题 那么这些都是课程当中可以去设计的课程亮点 对于每一个学科 对于每一个你所假设的分门别类的知识点和内容 它其实都可以有这样的方式能够做得到 这是几个给大家去提出的方向 你可以去尝试 你可以去探索 但是并不局限于此 大家千万不要狭义的理解为说 课程亮点我只能从这一二三四个方向里面去做设计和挑选 不一定的 我可以有很多种其他设计课程亮点的方式 在这里面我们不再一一列举 那么所有的课程亮点的识别标志 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大原则叫做什么呢 学生真正能够通过你所讲的东西 通过你所设计的课程亮点 更好的 更快的 更加高效的去理解和掌握他所需要学的知识和内容 那么这个作为我们唯一评价课程亮点的目标 而不是以说啊 这个点我讲完了之后 学生笑得特别开心 对吧 笑得特别开心 只能证明你选的这个点很幽默 很有意思 很有趣 但它并不能够代表它真正意义上是帮助了学生去更加高效的掌握和理解的知识 而最好的方式是将那些幽默的点或者幽默的语言和你要讲的知识点和知识语言之间结合到一起 能够让这两者之间形成更好的共振 这样的话 其实整个的课堂的效果又会达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境界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 除了课程亮点之外 课程互动如何去做或者如何来进行设计呢 其实道理相类似 课程互动当中最有效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就是提问 我问你答 或者是你来问我来答 或者是你来问他来答 那么这些过程其实都是通过提问的方式 有效的将课程串联到一起的这样一个核心线索 课程的互动和提问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能够将课程知识内容 或者将课程亮点串联起来的这样一条隐含的暗线 这条暗线布的好不好 就其实取决于你自己对于互动和提问的设计 是不是有精心的去组织和准备过的 那么其中我们讲 这个设计互动和设计提问 其实上是有技巧的 而且它是有讲究的 不是说我想问啥就问啥 爱问啥就问啥 想到什么问什么 这样的肯定是不OK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设计整个互动提问的链条或者说线索呢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给大家去推出三个不同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叫做发问点 你的提问的切入点一定要选好 那我选择了一个可以去连续发问的这样一个切入点了之后 它一连串的问题可以帮助你来去推动知识点向下来进行推进和解决 这个点如果选到一个特别尴尬的点上面 你发现一个点把问题问死了 那这个后边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去推动下去 对吧 而且你的选择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可能跟这个知识有关 一定程度上可能看起来跟这个知识点并没有关系 但是没有关系的点 你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逻辑引导和话术的引导的方式 能够让学生逐渐思考到这个问题上面 那其实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形式有效的方式 好那我找到了点之后 那接下来围绕着我所基于的这个问题的切入点 和可能我涉及到的这个课程目标之间 建立起这样的一条逻辑线索 而这条逻辑线索上面 它可能会存在有多个节点进行逐级的设问 一环扣一环环环环相扣 你设置的上一个问题 它的答案可能是下一个问题的题面 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闭合式的短链条式的逻辑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例子 还是以物理为例 我问大家说 你们每天都睡觉吗 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说 那睡啊 对吧 那这个问题你能知道我在想要去讲哪个知识点吗 可能不知道 但是在逐击往下推进的过程当中 抽丝剥茧 逐渐引入到我所想要讲的知识内容上面去 比如说 大家既然每天都睡觉的话 你睡觉一般是什么姿势 对吧 你是站着睡趴着睡躺着睡侧卧着睡 对吧 等等各种这样的方式 好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那时候我再会去想 你想想为什么我们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你躺着睡或者侧着睡就要比站着睡来得更舒服呢 哎 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逐渐知道 我想要去问的问题会朝哪个方向去走了 对吧 那可能是我的这个问题会围绕着初中物理当中的一个知识点 叫做压力与压强来集醒 因为你躺着睡的时候接触面是最大的 对吧 以及你躺着睡的这个过程当中 整体的身体压强是最小的 这是我最后要讲的知识点 而我提问和知识点之间可能看起来并无联系 而你需要通过提问的逻辑链条将二者之间串联起来 再有还是同样睡觉 对吧 就是用生活当中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场景 我还可以去问问题 比如说 你想 一个人在睡觉前和睡觉后 他的身高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你来猜一猜 你是在上床前 你的身高更高 还是上床之后 睡醒了之后 起床之后 你的身高更高呢 对吧 那有朋友会去想 那我回去可以做个实验呢 对吧 你回去时候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激发学生自己去动手实验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那你会发现 绝大多数学生做完实验的时候会告诉你 往往在睡觉了之后 起床了之后 你的身高可能会要比晚上入睡之前 要大概高一到两厘米 一到两厘米 我这个好像感觉找到了这个增高的秘诀 对吧 那我每天睡觉是不是就可以无限的长高 当然不行 是因为你白天起床的时候长高了一厘米 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又会缩回来 那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吧 为什么晚上睡觉就会变高 白天就会逐渐变低呢 那这个时候引发我们另外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 白天我们绝大多数的身体的状态是属于什么呀 直立的状态 而晚上是躺平的 直立的状态下 他身体的高度会被压缩 为什么 原因在哪 是因为我们日常在地球上直立行走的状态下 脊柱和脊柱之间会受到压缩 而这个压缩的来源 来自于我们今天要讲的重力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课程知识的导入都是通过提问的链条来去设计 所以这些课程的问题设计的逻辑链核心的目标都是为了我最后要讲的知识点而去服务 这叫设计提问的逻辑链 那我基于这个逻辑链 基于大家的一些互动反馈可以延展我的问题的狩猎面 对吧 就比如说刚才我所讲的两个问题基于同样的一个场景都是一个大家每天都要经历的睡觉的场景 但是我这个睡觉场景可以去做延伸可以去做拓展 我既可以去讲压强 还可以去讲重力 甚至我在睡觉睡眠的这些事情上面我还可以拓展去讲生物啊 对吧 我可以讲化学呀 在你睡觉的过程当中大脑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化学的反应 生物的反应 生理的反应等等 以及睡觉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去做梦啊 做梦的这种呈现的意识形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吧 它其实上是有很多的知识面可以去拓展和关联 当然在这里边切记一点 就是不要因为拓展和关联而将整体的知识面发散的太开 要有核心的主线 对吧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讲每一个具体的点线或者是面 它都有自己的一套操作背后的逻辑和方法论 那么这个方法论是什么 今天也给分享大家 第一个从哪找知识问题的切入点 第一个可以找新旧知识的连接点 之前过往学过什么 那么我今天要新学什么 这两个之间的关联可能就会成为我提问的切入点 初中和高中知识的衔接 高中和大学知识的衔接 大学学过的知识和我实际工作应用场景之间需要去掌握的新知识之间的衔接 这些点都可以去变成你来设问和提问以及互动的场景和互动的点 而找准了这个点之后我去找的提问的线索或者是线索的那个源头就不一定是只是内容本身了 要回归到场景回归到生活里去 那接下来再有就是教学环节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点 重难点 这一定是你要去进行提问的 对吧 以及学生普遍会产生疑惑的点 你说想不清楚啊 想不明白啊 对吧 他可能就会有困惑就会有问题的这些点 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物理的也有化学的也有生物的也有 对吧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化学的例子 为什么纳是看起来很厉害的一种元素扔到水里会爆炸的 绿七有毒一战的时候杀死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两个结合到一起绿化纳 诶 食言感觉一下就碎了很多 对吧 既没有杀伤性也没有破坏力 那这个时候背后的原理到底又因为是也没什么 你会发现 用常规我们所学过的初中知识解决不了 高中知识都甚至不一定能够完整的去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边你可以通过这一个点 来去引发学生的一些深入的思考 并且引导他来进行主动的一些学习的探究 所以这是我们讲 学生可能会普遍存在一些疑惑或者是困惑的点 那么这些点呢 我们就可以去通过一些引导和提问的方式来去进行了 那我们经常还去讲低温下水会接生冰 那冰会退回水吗 不一定的 存在会有这样的场景 或者你甚至可以给学生去做这样的实验 看这样的视频等等 都可以会成为你将知识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问的切入点 或者是你讲新知识的切入点 有了切入点之后 那接下来我围绕着我切入点的设计目标 就开始要去展开我问题的线索了 那么这个线索一般都是链条式的 这个链条式的线索 你需要去区分提问的类别 分门别类 按照类别来去提问 这一类问题核心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 在提问一个类别的时候 不要过于跳跃和发散 追着这个问题设计问题量 无关的问题屏蔽掉 无关的回答屏蔽掉 只围绕着主线来进行 最后直至达成你的教学目标 那接下来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去排列 就每一条链 每一条链都是排列清楚的 这个其实有点像生物当中 我们所讲的蛋白质的形成过程 对吧 蛋白质形成过程就是什么呢 先有氨基酸 脱水缩合形成钛链 钛链在空间盘取折叠 进而形成蛋白质的基分组织结构 你所找到的每一个点 其实就是那个氨基酸 而接下来我设计互动体温链 就是将氨基酸脱水缩合之后 形成态链的一个过程 你要找到非常巧妙的一些切入点 而不是随机来去想 或者随机来去问 这些摄问和互动提问 都是经过提前精心的设计的 然后好 这些所有的提问的互动的链条 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延展的问题面 这个延展的问题面呢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去发散他的思维 也能够结合考点 回归现实 或者回归实际 能够让学生确实的去解决 在实际生活当中 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 你在去设计课程互动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叫做提问 那么提问其实事实上我们讲 贯穿在课程当中去 有点 线 面 这样的一种提问的逻辑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提问的方式 这不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工具和手段 但是还是我们前面所讲 所有的事情光靠理论不够 你还得到课程实践当中 去真实的去尝试 去真实的去问 你会发现 当你问出来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神奇的答案 和相应的结果 这个需要大家在实践当中 不断的去摸索了 而真正当我们到实践的时候 你会发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作为老师 从第一节课开始给大家去讲 要不断的以学生为中心 那这个时候学生为中心 他到底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算是我最终的目的能达到呢 在这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另外的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如何通过课程的设计 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 三四五六七八 这些所有的结加在一起 核心的目的都是为了 以学生为中心提高他的能力 和达成我的教学目标和效果 那么最终我希望学生能够养成一些 什么样的习惯 获得一些什么样的能力 就算是我这个目标达成的很好了 学习到最终的结果 是希望学生能够自我去获取这种 不断的学习的能力 终生学习的能力 而不是只有在老师的引导下 学生才能够去获取知识 我更多的是希望他主动能够去学习 主动的获取知识 掌握这种技巧和能力 这个更重要 经常我们讲收人以鱼 不如收人以鱼 打鱼的鱼 那我是需要他有能力的 那些能力包括有什么呢 三种习惯 课前预习的习惯 课上认真思考的习惯 课后复习的习惯 这是三个 另外三种不同的能力 分别是专注力 自取力和规划力 就是他能够专注在自己所学的内容 而且能够自我主动的去驱动来学习 以及能够更好地去规划好 自己的这个学习和生活 那么其中呢 在这里边每一条 每一件 我们在这都给大家去梳理和总结了一些 他能够去达成和背后的一些原理和逻辑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课前预习的习惯 为什么要做课前预习 核心还是为了能够去强化 他在学习过程当中的成就感 而进而降低他的挫败感 很多学生放弃学习 或者在中间就中断了自己的自我学习的过程 核心的原因就是觉得他可能跟不上了 他觉得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 也没有办法再去获得更多的成就感了 为什么小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些学习好的同学比较多 大家都普遍还比较爱学习 看起来好像都是有考前华北大的潜力和可能性 是因为大家小学的时候 获得成就感的这个成本和门槛是比较低的 但是你发现到了上了初中上了高中之后 获得成就感越来越难 而其他的地方获得成就感又越来越容易 打个游戏吧 对吧 玩个王者吧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和其他的这个事情在发生交后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转移自己获得成就感的来源 那这个时候自然他的精力和时间 就会转移到其他的方向上面去 所以我们的课程设计是 要通过让他预习降低获得成就感的这种成本和门槛 那么让他不断的能够去持续迭代和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课上思考是需要我们通过提问互动引导的方式去带来的这种习惯 你不去提问 不去让他思考 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永远他会在学习上面养成一种依赖和惰性 依赖什么 依赖老师告诉他结论不会自己主动的思考自发式的去探索这件事情 包括我们在无论是各种课程培训也好 学习也好都一样 你要通过设计互动设计提问的方式让大家去思考 自己主动去想 自己思考得来的结果永远要比别人灌输给你得到的结果 来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持久 那么课后的复习习惯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知识的养成 他必须都是得需要通过一定的训练一定的重复之后才能够得来的 不是靠我一遍就能够去吸得终身技能 这个其实很难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得需要不断的去训练 包括你说有什么就是一遍就能够获得 你说我说话说一遍之后就会了 对吧 其实也不是 是因为你每天不断的在说 不断的在练 走路跑步都是一样 你每天不停的在走 所以你会走得越来越稳 学习讲课这些都一样 不断的去练 最后你才能够讲得越来越好 语言越来越精练 越来越精彩 才能够变得越来越优秀 那么接下来再往下 专注力 你在给学生设定目标的时候 小闭环不要设置大目标 宏观的目标要有 但是那些不可执行 也不好容易达到 小闭环的核心目的 还是为了能够增强 它在课上以及课下的成就感 获取成本低 很容易就能够去实现 这种成就感 是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和进步 自驱力 你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意愿 靠你一直带着它 很难持续 很难持久 让它自我产生这种动力和意愿 这个才有可能来得更长远 那么规划力 就是合理的利用好课前课中课后的 一系列的时间 能够将自己的学习 工作 生活等等各种各样的时间和安排 规划得很好 这件事情 不管是它在学校的学习阶段 还是未来走向社会参与工作的之后 在工作的阶段都会非常的重要 无论你是在校的学生 还是你已经是步入职场的社会人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能够在有自驱力的情况下去 保持专注的学习 这件事情永远是能够真正的将人区分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和底层的一些思考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给大家去讲 怎么样来去设计课程的亮点和课程的互动 还是归根到底 让大家的课程变得更加的高效 变得更加的吸引力 那么与此同时 能够让听课的这些同学们 能够让听你课程的这些受众们 会有更多的收获 以学生为中心 让学生能够带来更多 更优秀的 更良好的成长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课程 要来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 那么以上 我们的课程内容就到此全部结束了 希望我们这八次的课程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和不一样的思考 也能够帮助大家 在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道路上 可以尽可能缩短这个时间 但是呢 我们讲阶段是不能够跨越的 它可能尽可能缩短 但是我们还是得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 不断地坚持持之以恒来进行训练 才有可能达到 最终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效果 好 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所有内容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那么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